他往北是怎么样角度靠近我们气象局会持续注意 但也提醒大家 目前看起来 从明天开始我们就会受到热带性敌气压 或是外游环流的影响 然后一直到星期四星期五 我们都会受到这个系统影响 那我们在明天 整个花东地区断断续续有降雨 有可能出现局部性的大雨 另外像东北部啊 北部山区南部地区 断断续续有短暂的阵雨 但是其他地区的天气就会比较晴朗 午后有些阵雨的现象 而且明天在中部以北地区 有可能出现比较因为过山有沉降 或者焚风的效应造成的高温 一样在金门地区也会有 至于星期四星期五这段时间 我们就会受到这热带系统的影响 各地天气都不稳定 尤其花东地区和中南部地区的降雨 可能出现大雨或局部性的豪雨 另外在花东地区和南部地区 更可能出现豪雨以上等级的下雨 所以提醒大家 天气会逐渐的改变 那么今天明天开始在台风 或是热带性地下逐渐靠近过程中 其实我们东半部的沿海 恒川半岛的沿海 深圳明年开始的南部沿海 进入北韩沿海 有机会出现局部性的那些长浪的现象 这种情形也请大家多留意 最快它什么时候可能会沉台 那海路景预计的时间会是什么时候 我们预估以这样的发展情况 今天下午到晚上 有可能有机会变成新度台风 那么如果它还是依照我们的预估的方向和速度移动 其实像局有可能在它变成台风以后 在今天晚上有机会发布海上警报 至于陆上警报 其实真的必须看到行程的位置 以及未来的移动 那么有可能也会在明天 有机会发布陆上警报 至于今天的天气也是要提醒 其实今天受到整个 其实在我们南边是整个大地压带 目前在我们这边是一个 就是一个下沉运动区 相对而言天气是挺冷的 所以各地温度都热 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 今天只有基隆北海岸和宜兰地区 没有在高温资讯的地区 但这些地方温度也高 所以各地都可能出现35度或36度的高温 请大家出去 节目外出要做好防晒工作 明天一样 新竹到台中 以及在金门地区也会出现高温 因为那个欧美那边好像模拟 说有可能会形成穿星台 所以我们这边 目前观测的状况是怎么样 就像刚刚所提的台风在靠近 今天明天要特别关注 这准台风动态